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收工了 我也是 顺着买好乐回老家的冻车 节目组说慢着 你还有一个活儿 节目收尾再写一首歌 连续唱作三个月我收购了 熬夜写稿熬得我都快吐了 艺术加工嘛 夸张一下 写完又被淘汰 我真的累了 生活里的素材全都掏空了 我觉得咱们俩得为下一期节目开始做准备了 我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 积累一下素材咱的写段子对吧 你有什么计划呢 所以 我决定明天去小会的车间上班 但忽然去医院吃只小船 跟着磅礴逛逛动物园 这个上爬不开的表演班 大家都学会了吗 上面垂啊 垂也没垂 垂 对 对 我还要学习博养 见到人就大汗 我是真的真的很不错 和斯文回家陪长路吃软饭 问问天国怎么讨好老板 才能每期都讲鞋音歌 还不丢饭碗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有几个很重要的名字 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 但其实每一期呢 他们都陪在我们身边 支持我们 所以在这里要跟他们说一声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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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村长久重新定义了年轻 补水的音术透明 只酸小白瓶 刷牙就用高路接360 蓝和绵羊奶粉好贴心 宝宝去活小葵花路再来一瓶 东风风神异炫气车只能有心 什么 下一季再继续合作行不行 行行行行行行 最后还有些话 想说给大家听 我知道 生活和你总在互相拉扯 就发肆 小白重担了苦涩 那些烦恼你以为过不去的 其实都能一笑而过 谢谢你的笑声从不吝啬 听我诉说这喜怒爱乐 冠军应该是CY和我 可惜画面定格在此刻 下一期再见了 下一期再见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太棒了